我教會在初到貴境的住院 我勸過一件事 我說你真的要聽CBC 你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去擁有家人的社會 或者這樣說 如果不看CBC 是教我不好自己的兒女 因為不知道的 context 你不懂的 不看CBC說不出一篇好的道 用一個比喻來講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處境 我們要慢打 不可以的 很不幸地 我們從一個很複雜的社會 現在香港700萬 如果中國大陸來的 他從14億走到這裡 如果在這裡 你只是接觸的就是華人人口 根本就不用講公共證 因為 做700萬變成一個 40萬人 50萬人 60萬人的小社區 其實 你自我狹窄底下 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環境都沒有出路 如果那些全國人 就是 埋手的 就自己是40萬人的社區 它是帶領不到 有任何特殼 慢慢人口又再一路減少 講廣東話的人口又再減少 講華爾的人一路減少 我們基本上是收窄自己 對社會的影響 這個我覺得 根本是失存的危機 和圍鬥的生存 不可以 不走出去 等於你 等於你把自己 關在一間房間 然後說一大堆 自己才能聽到沒有的說話 沒有前途 我自己個人就 看到這件事 以前自己也是有一段時間 木會 都明白其實教務 甚至是教務領袖 他有他的局限限制 其實 你都不可以要求一些 可能 本科出身後 立即入神學院的同工 要可以 上節天文下節地理 全部講得清楚明白了 這個要求可能 就是多一點 特別是現在的社會 和所有的事物 不要說這麼大 在說互聯網這一宗 其實都很複雜 OK 怎樣上網 這些日常會有的事情 但裡面所涉及的問題 所涉及的事情 其實很多很廣泛 你要研究 我所講的就是 一方面 如果像陳牧師那樣說 他對於社會上的議題的立足 立足點 是有一點認識 不需要太多 至少他願意開放 給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 有機會可以去探索 因為其實 現在我看的 其實呢 我同樣是用一個 就是 信徒佳祭司的角度去看這個 就是我們 我們去做教會裡面的領導的時候 我們未必做完所有的事情 但願意開放的空間 給會眾中間有這樣的 資歷 或者甚至乎 恩賜 訓練 甚至興趣的 弟兄姊妹 可以在他們的層面裡面發展 無論是他自己個人 或者甚至乎 教會裡面組成一些小國群體 他做一些他們可以在他們的專業裡面 或者他們的特別的角度裡面 去應付這些事情的時候 教會可以做的就是 一路跟他們同行 給他們有信心 就是教會跟他們同行 以及給他們足夠的牧羊資源 以至於他們可以協助他們做的事情 無論是他們是專業的 我正在想 其實一件事就是 其實可能在多倫多教會裡面 很多在做一些所謂 投資顧問的朋友 弟兄姊妹 其實教會裡面 覺得他們做投資的 就是跟教會的事工 或者跟教會的關注 好像兩碼子事 不是 因為原來財政 或者財政市場 其實跟整個社會 你說跟環境也好 跟社會的議題也好 Housing也好 其實很多事情是僅僅相連的 其實他們所有的關注 其實如果能夠 能夠強勇到他們 作為一個信心的財政指導 OK 是按著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價值 在中間去履行他們的工作 他們的職責 在他們的信仰過程裡面 適合共同的好處 這個是需要另一些課題 去講 在中間去混合 OK 其實這是另一個課題 但是 如果能夠強勇到他們做這件事 好像很高層次 但是這個就要容許他們的空間 有這個心態 甚至乎我可以這樣說 希望不會得罪在座的同工 不要讓教會裡面 很多弟兄姊妹 忙於奔命 在教會的職責裡面 因為其實 我看到很多教會領袖 一個星期裡面 可能開會 開足五、六日 其實沒有時間 不要說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根本都沒有時間 擔心頭來看 一個死之後的世界 但是他們這班人 其實正正是被訓練 被受命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做他們要做的事 但是教會就將他拘捕進來的時候 就做很多教會裡面 覺得他們是重要的事 我不是教會裡面做的事不對 教會堂會是需要做的 但是怎樣維持的平衡 甚至有些事情可以說 是不是一定要做呢 有些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擁有這麼多的時間 然後釋放他們 送他們 這個其實是另一個協助 我這樣說 其實好像大學不道 很多教會來說 因為 你釋放信徒 去到他自己不同的崗位裡面 我就失去很多人去侍奉 等等 就像剛才陳牧師這樣說 其實教會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能力 的張演 其實不是聚邁的時候 而是被釋出去 被傳出去的時候 無論他是群體地被傳出去也好 或者是個別地傳出去也好 教會可能被傳出去 他們知道自己被傳出去的身份 在他的社區裡面 這些其實是 甚至可以說是 整個教會的姿勢 和姿勢 其實 這個好像說得很高調 但是 我深信是可以的 我深信是可以的 但真的要走出這一步的時候 又要走回到我們信仰的核心裡面 究竟我們所信的福音是什麼 我們的宣教觀念 我們的宣導觀念是什麼 我們的所謂創造的觀念是什麼 完全沒有的時候 我等一下可能會提一提 如果你提到一些 關於一些 興奮的會議 最近香港神學院有一位 神學老師 張祥志老師 他寫了一本書 是用創造神學 來重新閱讀 去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有的 已經有資源在裡面 其實可以去看 和建立 重整 以照教會有一個 健康一些的世界觀 社會觀 和信仰 這個我覺得是重要的 我想回應 Samuel 我提到這一點 都相當有趣 你剛才說的 因為我們現在說 Post Pandemic 教會都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是不是恢復從前 很可能是不會恢復到從前 我想就著 公共領域來講這個問題 其實 這個圖從來都沒有生活過 在非公共領域 因為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交稅 我們都去餐廳吃東西 我們都去游泳池 我們都去滑雪 我們都繼續討論 哪個城市收地稅太高 什麼 搞成怎樣 我們 是 基督徒少一些 坐公車 我們不是很知道 因為我們是中產 你剛才提到的問題 就是 釋放他們的能力 釋放他們的時間 其實是這樣說 我們一開始 招聚他們 其實都有很多複雜的問題 在背後 如果你提出的是釋放他們 我覺得在Post Pandemic 可以考慮這些事情 不要堂會中心化 第一 不要堂會中心化 第二 不要堂會建築物中心化 堂會程序中心化 堂會建築物中心化 我們背了很多利益 因為為了要保持堂 實際的堂子 在Pandemic期間 在多倫多這裡 有一個教會 城北畫機 他做了一件事很精彩 他說 church at home 教會在社區 church at home church at your neighbor 他發動那些人 插個牌 把 報名 我這個教會 即我這個信託 我在這個地方 在這條街上插個牌 祝福社區 祝福你 我 突然之下 整個概念改善 就不是church at the building 是church at home 然後他鼓勵人邀請隔離論社來參加網上的敬拜 或者祝福社區 突然之間整個教會變成一個很復興的概念 其實這就是對的做法 教會散了之後怎樣在社區影響人 走進公共 或者其實他沒有走進公共 他在概念上公共 他永遠都其實在公共 保留家不是教會擁有 我們根本就是公共 其實公共和私人我們有些議題 不過現在不會這麼技術 全世界都是公共 因為全世界都屬於上帝 我們的天賦 公共神學的起點應該是 因為我們擁有公共的天賦 第二就是公共善 但我覺得這個教會 他在想這件事是非常精彩值得參考的 其實可能在症犯後 根本不用再回到實體標靈 我們本身應該要發展一些很滲透性 這條廣書應該是很滲透性 很滲透性和很即時性的一種 背後有一個很著名的軟件 因為我教會現在說的是 Missional Disciple 我們想培養那個字 叫Missional Disciple 使命的門徒 技術不說 什麼是使命的門徒 我用這個字 我希望 目標就是 每一個信徒 有一個自動導航系統 在他的生命裡面 這個自動導航系統 是他懂得在他實際的生活處境裡 調教 和傳福音 作見證 關懷人 他不用每次都要回來 問主任牧師 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沒有福音聚會 今年全年都沒有福音聚會 那我怎麼會傳福音 我要傳福音 我要受訓練 其實不是 我的目標就是 要建立一個自動導航系統 而這個系統在他那裡 他懂得用這個教育的價值 他根本已經有了一些習慣 可以自動地在那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是最精準 而不是製造一批有一批 一批有一批 經常上門徒 訓練課程的所謂門徒 而從來不懂得在實際處境裡 跟隨基督 這個很糟糕 我在這裡要唱反調 跟那些主一學的發明者 主一學系統發明者 聽說是浸信會發明 他有一個超級厲害的口號 他說你一參加主一學 你永世都跟主一學扯上關係 你一天就做主一學學學生 如果不是就做主一學老師 如果不是就做主一學校長 如果不是就做主一學校長 我覺得這句說話說起來很好聽 但他背後有一個謎 是很危險的 就是你不是做耶穌基督的門徒 你只不過是做了一個 我經常要通過知識學習 來持續不斷在市場上消費的一個消費者 其實很恐怖 真正的指標不是一個好的主一學學生 真正的指標 真正的指標 是我是不是在公共領域 在上帝所創造的世界 以及這麼複雜人際關係的世界裡面 做耶穌基督的門徒 如果他做不到 而不斷地做主一學 华之很多傳統人繼續有工做 都是教會的很大的演繹 和應 還有可能提多一步 就是這個訓練 這個empowerment 其實另一個層面 就是除了我們empower 那些弟兄姊妹可以去到 或者家庭也好 他們去到自己的不同的場景 身處的空間之外 他們回來的時候 除了是所謂訓練empowerment 或者讓他們一起有分享 我猜亦都要 需要提出一個事情 因為教會比成功神學 龍路得很厲害 我們很難在我們那個環境裡面 講一些我們的失敗 我們那些類似各種不同的跌倒的情況 那些可能會講的 但是很籠統的 水國麥貝就算了 也沒有空間去承載 很重要 因為其實基督徒帶著那個價值觀 或者整個世界觀 其實是有衝擊的 對他自己有衝擊 對世界有衝擊 他當然會有很多 撞到七彩 撞到七彩回來 我們的價格裡面 有沒有空間 可以容許那些弟兄姊妹 回來可以抱頭痛哭 OK 可以 不單是安慰 我為你祈禱 你去平安 去吧 那種 真的有一個承載力 去關心 去關懷 那些在外面天體輪傷回來 以至於他可以有 這個的確是真的 教會也可以這麼說 是一個療傷的地方 因為其實的確 他們需要這樣的場景 以至於他可以再一次被插獻出去 這是一個不斷有的流程 所以我會見到 其實有培養 這個屬於培養的部分 讓他們見到他所做的工作 所做的所有的參與 甚至乎他的每一個行動 其實都是有帶著信仰的價值 和價值在中間 以至於他們在不同層面 都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基督門徒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這個是教育的能力 可能要重新再一次調教 甚至有些向度要調教 不容易的 但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也可能 謝謝 給了他們很多挑戰 什麼是門徒 或者是持久不斷的主要學的價值 還有我覺得是 我們說來說來回頭 是那個宣教官 什麼為之宣教 和如何被猜拳 還有我們有沒有空間 讓一些人可以被猜拳 我覺得是不足不斷的思考 不如大家說了這麼多問題 我聽聽聽聽 我都感覺到和知道 其實無論大家的閱讀和思考 都會有很多人 一定給了啟發和鼓勵 所以最後這部分 我也想再問問大家 有些什麼作者 思想家 神樂家曾經帶來一些啟發和鼓勵 其實趙傳道已經提過了 即是Ross Hastings 或者是Bian Walsh Eugene Peterson 張長志 但也有很多 有沒有一個或者半個 是特別突出的 令到你對於教會 對於宣教 對於公共領域的身份 有一種突破性的思考 有沒有一個半個是特別 可以站出來的 我不敢說 我看很多書 也需要一半桶水 不過我想推薦有幾位 那些是 因為沒有一個可以全都說了 所有的 當然也是 我以前是Region的老師 John Stackhouse 他有兩本書 《 Make the Best of It》 在我上課 其中一科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裡面 其實是 他那時候還在寫著這本書 我們在課堂裡面 其實是在那個課堂裡面 那本書其實是 加入了三個歷史裡面的神學工作者 然後就有一個結論出來 《 Making Shalom》是其中一個 他們的普通點 Anyway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這本書 但那本書是一個平民版的 《 Why You Are Here? Ethics For The Real World》 這是一個是學術版的平民版 John Stackhouse John G. Stackhouse 另一個是 美國 其實他也有加拿大冤枉 應該我沒有記錯是加拿大人 但現在是在芝加哥那間宣導會 來到木會的David Fitch F.I.T.C.H. 他另一本書 最近一本書 我也挺震撼我 叫做《 Faithful Presence》 大家去看看 他不單是神學去說 他說是一個 《 Disciplines that shape the church for mission》 他講到這個點 其實他自己有親身的經驗 也有一個理論在中間 他自己教會如何實踐 大家去慢慢看那本書 我也挺震撼的 其實一開始那篇 有一些例子 都令我 嘩!可以這樣的 另外當然 剛才提到的張祥子 就是自己華人自己寫 老實說 是比較少的 這方面的合作 但他很好的就是 用創造的神學觀念 去重新再看回 其實我們在這個世界裏所做的位置 其實遠一點 過身的楊木谷 還我祭司的風榮 其實這個已經是我的 基本上是 所以這個是一件事 還有很多其他 例如Walter Bergamann Malassaf Wolf 他講的是Public Faith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 值得我們去探討和看的 當然太多書了 但這些我覺得是 例如Sackhouse和Fish 那些是一些很實踐性 可以看到可以怎樣做 有些理念性可以讓到不同的層面 特性節目 但他的教目可以重新省私一下 我提到兩本 兩位 三本 三個人 兩本是加拿大的 第一本 就是GZ and CZ Briant Steeler 他的副題是 Christians in the Public Square Briant Steeler 就是Tindale神后院 前一陣的院長 他現在是 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是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 負責推動的同工 另一本 Resurrecting Religion 這個人叫做 Greg Paul 他就是 Downtown 有一個Ministry 叫做Sanctuary 那個Founding Pastor 他的問題很簡單 Finding our way back to the good news 他為什麼在Downtown 要開始一個 Sanctuary的機構 專門接無家者 這個是 那些在公共領域 做不能成功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貧窮者的眼睛 是會幫助我們很多 第三就是 王儀牧師的書 王儀大家都知道 有兩本書都值得推介 一個叫做 《福音的政變》 《宗教改革尋思錄》 還有一本叫做 《大聲的默想》 這些 很稀有的書 我覺得我們 很多人是身體力量 他們未必是很偉大理論 但就是我們教會很值得學習和聆聽的一些追隨基督 其實我想再說 基督是在公共空間避免的 基督是 你可以說 他釘十字架 就是等於今天的互聯網底下 ISIS第一次互聯網傳領 《殉道者》的錄影片段 以基督當時的情況 寫在各各他 就是羅馬帝國行刑的一個行刑牆 那是帶給我們很大的衝擊和反思 為何基督是在公共世界被殺死 而不是像佛堂在私底下的幾百個弟子 完成他的最後任務 就問人 在一個非常平靜的場合下 我可以完成了 沒有問題了 我可以完成了 這些都帶給我很多反思 我們今天的教會形態 很可能是受儒家文化影響得太重要 我們基本上是在社會上做一個君子 我們完全都接駁不上 舊約的先知傳統 或者是君王傳統 我們都接不上 今天是邀集說一集 希望有機會再談 大家說了很豐富 由大家的經驗開始 如何與教會一起去掙扎 去嘗試成為一個社區的見證 大家說到中間面對的困難 有些是根深蒂固的思想信仰官的問題和困難 有些是文化上的限制等等 我們都提到為何要走出去這麼重要 對於堂會 剛才律師說到 其實這個可能是 最後與我們的生存有關 僅是我們封閉而死亡 又說開放而可以去見證 亦都是與我們作為如何做一個基督徒 如何做一個真正謙卑和道成肉身的基督徒 很有關係 大家又提到一些很好的資源等等 都是有很豐富的討論 我們發覺大家也提到 特別說到信仰官或者反省上的限制 其實很容易我們將我們個人者的生活自然化 我們不是很理會外面的東西 或者是不會看得太遠 看紙是看近文化的東西 或者教會也有這樣的傾向 或者我們叫做一種 信仰生活的個人化 或者信仰的私有化 而好像忘記了我們的信仰有一個公共性 或者我們教會也有一個公共性 我覺得這是我們還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 剛才我們也提到一個經文 朱耶蘇跟天賦說 不求他叫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而父怎樣擦掩我 我也要擦掩你們 這個廣道就是 教會永遠都會活在一個廣闊的世界 剛才陳牧師也說 我們永遠都為世界一部份 而且我們永遠對於世界都有一個信息 所以我們必定要去理解 要去明白 發生在我們身邊的 公共空間裏面發生的種種的議題和事情 無論我們是政治、經濟、氣候、文化、藝術 其實很多都是我們要不斷去了解和明白 怎樣去思考從宋養的角度立場出發 對這些不同範疇的議題 再出一些理解 甚至一些建議 作出一些行動的指引 這些那麼重要的思考 我們可以叫做公共神學的討論 什麼是公共神學呢? 很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有關於對公共領域的神學的反省 差不多是我們的信仰 對公共領域的意義 公共神學的牽涉的範圍是很大的 譬如聖經的教導 聖經怎樣教導它關於道德的議題 聖經教導我們關於大地、關於大自然 不關於經濟 有神學上的討論 剛才提到基督論 或者是宣教官 也有不同的神學家 Bian Walsh Bian Stigler 他們的一些意見和看法 那些也是公共神學的討論 一部分 還有時事的議題 也是公共神學的一部分 譬如我們的中小學有什麼課程 他們正在改變 這些改變是好和壞 還有聖經教會怎樣活出福音的真正意義 其實都很複雜 好像有很多事情 但是不同的課題 其實都是很有趣 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而這些公共受害的反省 其實就會帶領我們 教會怎樣可以走出去和參與在社區的當中 而且公共神學絕對不是抽象的概念 今天大家聽了兩位講者的分享 其實公共神學的思考是很有實踐性的 應該是充滿動感的 所以如果主耶穌容許的話 而加拿大華人教會的領袖 和信徒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加拿大華人教會很期待日後 繼續用這個網上的平台 或者其他的平台 和大家繼續去探討 關於公共神學的不同的議題 什麼叫做公共也好 或者公共歷務裡面 基督徒的參與應該是怎樣 很多可以很有趣 或者很需要探討的問題 希望論壇完了之後 大家給我們一些意見 給我們一些回應 讓我們知道我們講的 大家的感覺和需要 看看我們日後如何繼續去服侍大家 在此我很想再次多謝我們兩位講員 陳牧師和趙全棟 多謝他們花時間和我們 由他們的心底 分享他們的一些感覺 掙扎的知識和經歷 當然也很感謝各位觀眾 收看我們這個節目 之前也要講一句 剛才我們所講的都是我們個人的意見 並不代表華家國環教會 或者是華福他們的立場 在此再多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論壇就在此完結 多謝